来关注一下英国脱欧的相关消息 15号 多位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呼吁英国在考虑推迟脱欧之前 要先明确自身立场 法国总统马克龙方面15号表示 如果脱欧协议再次被否决 那么英国就必须提出一个新的清晰的替代方案 否则就只能接受无协议脱欧 德国政府发言人塞伯特表示 英国议会下院的决定并不自动导致推迟脱欧 英国应该尽快向欧盟提出推迟脱欧的申请 爱尔兰外交部长西蒙·克文尼表示 英国需要一个清晰的计划 大家都希望英国议员能支持现有的脱欧协议 尽快走完必要的法律程序 许多欧盟成员国领导人 其实并不希望看到脱欧最终期限被大幅的延迟